我们的调和函数不管有一些比较好的性质 我们前面讲了 调和函数它有平均质定理 有极致原理 更进一步的 它还有一个积分表示 在原类 如果在一个原类 一个函数在原类是调和函数 那么它可以直接用一个公式给出来 那么这就是调和函数的颇算几分公式 颇算几分公式 我们说如果一个函数 UXY在圆 我们就说 在 圆形就在圆点吧 因为圆形在其他的点 我们通过平移就可以得到 在这个圆类是几希 在这个B元上是连续 那我们就有它的调算几分公式 我们波松几分公式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先用这个科西几分公式 来得到的这个波松几分公式 那我们可以看 如果一个FZ 它是等于UXY 加上IVXY 它是几希 这个VXY 是 我们就说 直接令FZ就行了 FZ在这里面接近 那我们就有科西几分公式 FZ0 对任何的 对任何的Z0 属于这个Z 小于R里 这里面 我们有科西几分公式 这是二Pi I分之一 那么就是Z 等于R上积分 那么是FZ 这是Z减Z0 DZ 那我们可以做这个 参数方程 就是从0到2Pi 跟之前一样 也就是说 Z可以写成是R1的Iθ 我们把Z0 记作是R 小的R1的Iφ 那么这是F R1的Iθ 这是R1的Iθ 减去R1的Iφ 然后是I 然后是I R1的Iθ 这个是Rπ1的Iφ 这个是Rπ1的Iφ 这跟我们之前的计算一样 那么就变成F R1的Iθ 这个I约掉了 好 还要乘上一个R1的Iθ 因为分母现在已经约不掉了 R1的Iφ 这是Dθ 那我们先得到这样的一个 在Z0处 根据科系积分公式得到 那么我们另外 我们设Z0的新为Z0的对称点 根据对称点的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是 对于Z的公恶数分之R平方 那么对于一般的情况下 是我们说是Z2-A 我们之前得到的是Z1-A的公恶数 然后是R平方 当然说在这里 这里因为A等于0 所以分母就是指示Z的这个公恶数 因为在这里Z等于A0 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讲宝性变换的时候 我们得说对称点 Z2与Z1 关于这是Z-A等于R对称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是之前将宝性变换的时候 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么我们看 因为Z如果说在圆里 Z2Z0在圆里 我们看到Z0在圆里 那么它这个肯定是在圆的外面 所以这个积分2π 2πI分之1 2πI分之1 这是Z等于R 然后这是FZ 除以Z减去Z0的心 DZ 这个是等于0的 这是科学积分定理 因为这个时候 Z0的心在圆外 所以FZ除以Z减Z0的心 这是解析的 那么解析函数的 在一个B元 在一个B曲线上的积分是等于0 那么我们仍然把它 用这个参数方程给出来 这是从0到2π 这是F 这是R1的I θ Z是R1的I θ 然后Z0 然后Z0等于这个 那么Z是等于小R1的I θ 所以它的共额是负的I θ 这是R平方 然后把I θ拿上去 所以这个是等于R分之小的R分之大R 1的R平方 1的I θ 所以是R 这是R平方 1的I θ拿上去 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个R1的I θ D θ R1的R和Z Di 就是R3 i R1 R3 dG R3 R3 R2 R3 R3 把分子分母同时乘上一个小R,除一个大R,就变成F,RE的Iθ,I约掉,然后大R除掉,小R乘上去,就变成小RE的Iθ, 然后是R1的Iθ减去R1的Iθ,这个是等于0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计为第二式,把前面这个式子计为第一式,我们把第一式减去第二式, 那就得到什么呢?就变成FZ0,因为左边是FZ0-0,右边,右边我们再相减,右边就变成2π分之1,0到2π,因为它们其实都是0到2π, 那么F,R1的Iθ,这是一个空音子,然后那边是E,那我们可以缩写一点看啊, 所以分母,分子这是E的R1的Iθ,分子是R1的Iθ,减去小的R1的Iθ,再减去第二式的分子分母,这是E的R1,小R1的Iθ, 这是分母,这是分母,是R1的Iθ,减去大R1的Iθ,然后Dθ,好,那我们也可以回来,好,是2π分之1,0到2π, F1的Iθ,然后F1的Iθ,然后我们通分,通分了以后,这是一大堆啊, R1的Iθ,减去小的E的Iθ,这是R1的Iθ,减去大R1的Iθ,然后是大R1的Iθ, 乘上小的E,乘上小的E,R1的Iθ,减去小的E,R1的Iθ,然后大的R1的Iθ,减去小的R1的Iθ, 然后扭开,然后ro,然后dθ,然后dθ,然后dθθ, 转开以后,2π分之1,0到2π,那么这是F,R1的Iθ, RE大R小RE的2iθ 减去R平方E的iθ加上φ 再减去大R小RE的2iθ 所以这两项可以捏掉 再加上R平方E的iθ加上φ 这点Dθ 分大R小RE的2iθ 减去小R平方E的iθ φ加θ 对,再减去大R平方E的iθ加φ 再加上R平方E的2iθ 然后Dθ A掉以后这是2π分之1 这是0到2πF R1的iθ 那么上面就只剩 只剩一个小R平方减大R平方E的iθ加上φ 分母,分母,剩下大R小R乘上E的i 2iθ加上R平方E的iθ加φ 减去R平方加上大R平方E的iθ加φ Dθ,我们把这个分子分母同时除以这个 我们把这个分子分母同时除以这个 E的iφ加θ 所以就变成2π分之1 0到2πF 大RE的iθ 然后把符号也换一换 这是我们把它写成大R平方减小R平方 那么这两个就变成加了 大R平方加上小R平方 然后再把这个除掉 那么就是再减去大R小R 那么E的2iθ加上E的2iφ 再乘上E的负iθ加上φ Dθ 再算一步 这是1·2π分之1 这是0到2πF RE的iθ 上面是大R平方减小R平方 这是大R平方加上小R平方 那么再减去大R小R 把这个乘进来 就会变成E的iθ减φ 再加上E的负iθ减φ dθ 那么Iθ减φ 负iθ减φ 这是cos 所以是2π分之1 这是0到2πF R1的iθ 大R平方减小R平方 大R平方 大R平方加上小R平方 那么这一部分是2π的cos θ-Δθ减φ 所以是 再减去2π的大R小Rcos θ减φ dθ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 这个是FZ0 FZ0 那我们可以看 把它写成 再把这个写成实部和虚部 这一部分是等于UZ0加上IVZ0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UZ0 我们把它分成实部和虚部 这是2π分之1 这是0到2π 那么就是UR1的iθ 这是R平方减大R平方小R平方 大R平方加上小R平方 再减去2π的大R小Rcosθ减φ dθ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调和函数 在圆内的表达式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调和函数 都可以用这个积分来表示 在圆内的积分表示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Z 直接换成Z 把Z0写成Z的话 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Z0是圆内的任何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定理 任何一个 在圆内的调和 这个我们叫做 波松积分公式 任何一个在圆内 调和的函数 并且在B缘上的延续 它的眼内的值 就是任何一个在圆内调和 应该这样子 读起来 给你顺口一点 在圆内调和 在B缘上 点续的函数 它在圆内的值 都可以用波松积分公式 给出 我是用波松积分表示 那么这是调和函数 它不光有一些比较好的性质 它的表达方式 也给出来了 这是调和函数的积分表示 和波松积分公式 有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调和 可以得到这个 调和方程 在圆内的解 通过滑形变换 也可以得到调和 调和方程 在上半平面内的解 这个是我们 之后要讲的 我们可以得到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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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